我们也没有办法 好像所有女人工作之前都得变美 连我们小时候看的动漫里的女主角 百变小英美少女战士 她们连打人之前都要变美 作为女人 只要我想付出 我根本就不在乎你想要什么 她根本就没有试过了解你 她是真的不想了解你的 那她为什么不想了解你呢 因为她爱你 要是她了解你了 她怎么会爱你呢 做家务真的都是女人的事情 连扫地机器人的声音 也全都是女生 一开机就是 开机开始清扫 感觉如果设置成男生 她就只会说 行 我一会儿扫 其实我穿短裙 比你穿裤子热多了 但我没法跟你解释 我没法跟你开口 我真想对你说 老娘比你多了一条 多了一条 打击裤 打击裤 这感情就像你夏天穿着短裤 里面还有条短裤 里面还有条短裤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我感情 我们俩感情特别好 但是我们同居太久了 现在有点受不了了 你们想双胞胎睡在一起 就很烦人 25年了 每天睡在一张床上 穿着一样的衣服 长着一样的脸 我每天早上 从她身边坐起来 都感觉像灵魂出窍 而且经常是我睡着了 她睡不着 她就在床上滚来滚去 我们俩看起来 就像人死了以后 灵魂没有安息 天哪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 我们的命 就是永远黏在一起 不管我们这辈子 有多少矛盾 老了都会一起 滑辣 双人 老了就算走不了路 也要一起去撞树 一棵是枣树 另一棵也是枣树 但问题是 我是她姐姐嘛 那作为一个姐姐 我会不由自主地去照顾她 所以我们在家里的分工 就会越来越像一对夫妻 我负责洗碗和做饭 我负责吃和点评 但她还是会说 她为这个家做了很多贡献 我们家的开关 全都是我控制的 还是声控的 我要关灯 我只要喊一声 严一把灯关一下 后来我受不了了 我搞了个Siri 我说你以后就喊Siri 把灯关一下 我就喊Siri 叫严一把灯关一下 而且我发现 我每次都会忍不住答应她 因为跟她在一起 我正在体会一个女人 能体会到的最大快乐 那就是奉献 最近我就跟她说 我想分开住 但是我就有点犹豫 因为我们俩分居 就有点像离婚 我就跟她说 你看我们在一起住25年了 这要是一对夫妻 小孩才刚刚考上大学 我说正是离婚的好时候 这个时候 我就很像一个 有担当的男性 我说我要分给你 最好的东西 所以我决定 只留下钱和房子 分给你自由和希望 所以我就赶紧出去租房子 然后我还舍不得花钱 我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 然后她给我买了一个换鞋凳 我根本就用不上 因为她家门口窄到 那个换鞋凳 没有办法从箱子里拿出来 所以我现在每天 坐在换鞋凳的箱子上换鞋 然后呢 我就只好又给她买了把椅子 结果椅子更拿不出来 现在只能放在换鞋凳的箱子上 结果她家现在一个家具都没有 但是门口有一个loft 分居以后我也像一个男人一样 我觉得她没有我肯定过的不好 所以她特意跑来我家关心我 然后我打开家门 远远看见她的样子我就开始窃喜 我说你看你 你才离开我几天就变成这个鬼样子 你脸都变大了 我走出来说那是一面镜子 她也很担心我独居 她就送了我一个监控摄像头 我主要是想监视她有没有带别人回家 组成新的双胞胎 还好没有 只是一些普通男人 分居以后我有一些真实的发现 就是我发现女人真的太擅长为别人放弃自我了 因为以前我们俩一起住的时候 每天早上她都会给我们俩准备牛奶 但是分开住以后 我才知道她喜欢喝的其实是豆浆 但更可怕的是 我发现我喜欢喝的其实是咖啡 作为女人 只要我想付出 我根本就不在乎你想要什么 她根本就没有试过了解你 她是真的不想了解你的 那她为什么不想了解你呢 因为她爱你 要是她了解你了 她怎么会爱你呢 不过我发现确实离开她 我啥也干不好 就像灵魂离开了肉体 就像男人离开了女人 灵魂离不开肉体 男人离不开女人 但是女人可以离开男人 谢谢大家 今天讨论职场 结果这一组12个演员 只有我们俩是女的 感觉这就像一场行业大会 请了一群男演员 来抱怨他们在职场奋斗有多难 也让我们俩进来了 因为他们缺两个礼仪 我们去年在节目上讲反对外貌焦虑 胖瘦单眼皮都很美 讲的眼睛里都泛出了泪光 因为我们贴了双眼皮贴 过敏了 贴双眼皮这些东西特别麻烦 所以我每次要比男演员 早起两个小时过来化妆 我们俩还必须用同一个化妆师 我化完了 我才能化 每次化妆师化完 我再看到他的时候 都有一种游戏眉存档 电脑自动重启的感觉 我就不想在化妆商浪费 这么多时间了 有一次我就跟他说 我想去割一个双眼皮 我说你不要这么随便的动我的脸 我说我又不是动你的脸 你动了我不就得动吗 我们俩的脸连动啊 我说那你就跟我一起去割嘛 但我不想割呀 我觉得你想割 只是因为看多了街上的整容广告 我说那我割 你不割 我们俩走在街上 就是一幅整容广告 其实我们俩现在就可以演一个 整容广告上的前后对比图 因为你们发现没有 那些对比图变化最大的 是心情 整容前 整容后 所以他就一直想拉我 陪他一起去割 因为我觉得最悲伤的事情 就是一个人做手术 没有人陪 但我觉得最悲伤的事情是 一个人做手术 只是为了陪另一个人做 后来有个男同事 听说我们想割 他叹了口气说 没想到你们俩 会在乎这么肤浅的事情 但我们不割 他也不会说我们深刻呀 感觉一个女人 打扮是肤浅 不打扮是没礼貌 许之远不打扮 是没礼貌 且深刻 我们也没有办法 好像所有女人工作之前 都得变美 连我们小时候 看的动漫里的女主角 百变小音美少女战士 她们连打人之前 都要变美 她们的变身 就是化一套全妆 为什么要在打之前化妆呢 不应该等被打死了 下葬之前再化吗 完了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美少女战士变身 都要变出高跟鞋来 就好像高跟鞋 能让女人变强 上班要穿高跟鞋 战斗要穿高跟鞋 感觉如果第一个登月的宇航员 是一个女人 她都得穿高跟鞋登月 她在月球上宣布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小步 却是红底鞋市场拓展的 一大步 所以我们就特别羡慕 同行的男演员 因为她们可以不喜欢化妆 她们可以跟化妆师说 不要给我抹任何东西 给我喷点水就好了 一个真男人的脸上 只能有汗水 疤痕和重型机关枪 留下的蛋坑 什么 为什么这么狠呢 莫名其妙 很大好笑 那些最男人的社会大哥 他们一点都不怕被刀砍 他们只怕被刀砍的时候 被一刀割出双眼皮 所以我们会害怕在职场上被当成白色 被当成一种用来增添美好氛围的女性香薰 别人当脱口秀演员 我们当礼仪 别人说一大段脱口秀 我们说 所以在职场上化妆和高跟鞋都没有给我们力量 真的给我们力量的 是我们自己和我们都喜欢喝的经典有机奶 每百毫升 含3.8克原生乳蛋白 接了广告就知道 事业才是力量 谢谢大家 去年上了节目以后 我们俩也接了一些大伙 有一个跑车品牌都找我们去店里做演出 让我们两个明显没有摸过跑车的人 跟一群开着跑车来的人 说跑车有多好 但那天我们也觉得 即使我们俩真的买得起一辆跑车 也会很尴尬 因为一辆跑车 如果是一个男人站在旁边 你会觉得 他买得起这辆车 如果是一个女人站在旁边 你会觉得 他男朋友买得起这辆车 但如果你仔细看 女人是我们俩 你会觉得 他们在卖这辆车 你们看我们的服装 现在我们上节目 他们都让我们一个人穿裙子 一个人穿裤子 他还好不是一红一蓝的 不然也太像公厕门上两个小人了 其实我一直很羡慕 厕所上的那个男小人 因为你们看大街上 那安全标志上的小人 全都是男小人 什么红绿灯 小心地滑 禁止随地大小便 还有安全出口 就感觉男人可以一直犯错 犯了错 还有专用的安全出口 而女小人只会出现在两个地方 要么在女厕所门口站着 要么在公交车上怀孕 然后男小人探险完回家 看到女小人怀孕 安全出口 不过我最羡慕男人的是他们可以不做家务 我爸就从来不做家务 从来不洗碗 他还会找很多借口 什么手扭伤了 手拿着遥控器呢 手还背在身子后面呢 而且真的让我爸洗碗他也会洗不干净 有时候我就会想 男人是真的都不会打扫吗 但我看法治新闻里的那些男人 把犯罪现场打扫得很干净呢 感觉好像做家务只是女人的事情 连家政工这个工种都叫阿姨 之前看到有个男的去当家政工 居然就上了新闻 而且新闻居然叫他 男阿姨 男阿姨真的特别伟大 因为他没法像别人一样跟老婆吵架 他不能回家以后跟老婆说 要不是我辛辛苦苦地在外面 拖地 你怎么能在家里舒舒服服地 拖地呢 有些男人就喜欢幻想一个 默默为他付出的女人 比如我有一个前男友 他说他想要的家是他的港湾 他一回到家就有好吃的好喝的 他就只要躺着 我觉得他想回的不是家 是他妈妈的肚子 那种好日子一个人一辈子只能过十个月 出生以后就过不了了 因为他要做个人 做家务真的都是女人的事情 连扫地机器人的声音 也全都是女生 一开机就是 开机开始清扫 感觉如果设置成男生 他就只会说 行 我一会儿扫 然后就一动不动地卡在沙发上了 感觉男的当机器人就可以是变形金刚 女的当机器人就是扫地机器人 感觉变形金刚要结婚 只能找一个扫地机器人 这是秦天柱和他老婆 秦托地 秦托地问秦天柱 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 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吗 那今天我自己打扫自己的犯罪现场吧 秦托地说 你扫啊 嗯 行 我一会儿扫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一个三胞胎 三个人表演 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少说一点 词 三句棒啊 我天哪 为了跟网敏合作 我们特意去学习了音乐 没学会唱歌 但学会了如何表演音乐 其实我们想和网敏合作呀 是因为我们觉得女性在生活中有很多话 不好直说 有很多想法 不方便说 所以我们就打算让网敏把这些话 说出来 就比如说呀 我特别讨厌在夏天穿短裙 因为穿短裙太热 但有男生会说 你们穿短裙还说热真矫情 我们还要穿裤子呢 其实我穿短裙比你穿裤子热多了 但我没法跟你解释 我没法跟你开口 我真想对你说 老娘比你多了一条 多了一条 打你裤 打你裤 这感情就像你夏天穿着短裤 里面还有套短裤 里面还有套短裤 你穿我为了凉快 不穿大地裤 不穿哪里裤 我走的每一步都会像 巴黎联盟路 走 还有另外一种场合 我们也会感到很有压力 那就是饭局 尤其是那些男性浓度过高的饭局 因为那些男性啊 都太会表达了 而我们只有在表达以下观点的时候 才会受他们欢迎 是 对 真的吗 是啊 好有道理啊 我真想为你鼓掌啊 你的歌曲最大 一手容你不下 跟你一笔 我们就是个国家家 还有些时候啊 有些人一句话 就能让我们不舒服 比如 当有些男性提醒我们 你一个女孩子 怎么不刮腿毛啊 当时我心里就想说 我的腿毛 找到你了吗 比如当我们极心打扮了去上班 有同事跟我们开玩笑 你上班还打扮得这么好看 是为了给我看吗 当时我心里就想说 他怎么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最后这种情况啊 跟前面这种都不太一样 如果你也经历过 就绝对不可能忘掉 那还是在大学的时候 那一天 我快要走到寝室楼下 突然跳出来一个男生 蒙住我的眼睛 把我拉到暗处 当我在此睁开眼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横幅 那个男生抱着吉他 单膝跪地 周围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路上的人 宿舍楼上的人 都开始喊 答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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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我完全说不出话 但是我的心 救命啊 好尴尬 越黑风高 冒着我绑架 你准备了这么多蜡烛啊 快闭上你的嘴巴 不要再唱歌了 你以为男生会弹起他 个别的帅吗 其实我们今天之所以想呈现真的表演 就是因为我们感觉不只是女生 很多人包括我生活中都有很多时刻 你不敢表达 因为好像比起自己 我们会更在乎别人的感觉 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解读 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在乎别人有没有给我们投票 到我们今天就不怕了 因为我们想被投票 也没有资格了 谢谢大家